看一下回圈资料结构与制定函数部分 我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画面借给我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输出1加到100的结果 帮我加完并且做输出的话 那我诚实应该怎么写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我会需要先产生1到99的数字 那如果我要1到99的数字的话 恐怕你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list 那你可能要1-29 那这样的话一定是中刮户 可是如果说你要这样自己打的话 哇你要打很久 而且这没有效力 所以呢 如果你要产生1到99 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学会一个函数 叫做range 所以特别是Range 跟Ford回圈是很好的partner 如果你不用Range的话 那你很多回圈可能就没有办法 很顺利的把它写出来 所以首先第一个 假设说我今天希望 也许一样 按右键你先new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一直加总1到99 那我们假设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执行结果 计算的加总 OK 那接下来要怎么去写这个回圈帮我加总 第一个的话 也许因为我会需要输出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我会需要一个变数 那我这个地方 我就先给它一个sum的变数 sum变数预设值等于0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告诉大家说 你帮我从1加到99 所以1加到99 你接下来就for i in后面的话 以前之前的写法是写这样的 就是一个中国阿虎 一个list 然后1-2-3 一直都到99 到99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产生一个类似这样的range的话 其实呢 我刚刚讲过 你就一定要学会一个 一个function 对一个function 那个function呢 叫range range的话 你刮符之后的话 它第一个值 第一个参数就是它的初始值 我从1开始 逗点之后的话 第二个就是结束值 那结束值是不执行的 所以它会结束到 如果我要99的话 你要输入到100 后刮符 OK 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你产生 123 1到100停了 但是100不会执行 OK 所以这个range的话呢 就会产生我刚刚讲的中刮符 一个串列 帮你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那它for的回圈就是什么 in 所谓的in就是说 在里面帮你一个一个 抓到i里面去 OK 那所以 这个i的值 就会在1到99之间 做变化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它加起来的话 所以累加 接下来的话 那累加的话呢 我如果有个sum 那我要累加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可以写成 sum等于sum加i 或者另外有写 原来写法 我想 如果你有写过VBA的话 可能比较习惯这样的叙述 sum等于sum加i sum是0嘛 0加1 存到前面去 再加 再存到前面去 再存再存到前面 那VBA是这样写 可是一般如果你有写过Java的话 Java的写法的话 就是什么 加等于 这个特别注意哦 这个写法等于 第二种就是 加等于 sum 加等于 加等于i OK 那这种写法 跟刚刚的写法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只是说呢 当然以那个精简来看 这个是比较精简 可是如果你实在不习惯 你就写后面 你刚刚那个也OK 没有关系 反正应该没什么影响 程式一样可以照跑 OK 所以 只是说有的时候写习惯 写习惯Java 你再写这样就OK 相对的比较精简一点点 最后记得 我们要把结果输出的话 print它 计算总和 就是再转型 把它串到后面 结果就输出了 OK 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计算结果 但另外一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如果sum等于0 我如果不要 因为它出第一次丢的时候 它就直接是丢 它出始值 如果说我今天 把它sum等于sum加1 那出始值如果加 加减乘除的话 自动是一个数字 OK 那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 不在上面加这一行的话 你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跟你讲说 Type L OK 而且它不了解说 这什么意思 特别主要 这个主要原因 它这边虽然显示 Type L 不过这个 会有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是那个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区域变数 跟全域变数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 FORWARD下面不是有一个Type 那意思就是说 它是在这个FOR违圈里面 执行的区域变数 那未来 如果你Printer的话 它是在广域的位置 所以它抓到sum的值 就抓不到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 你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 你一定要先在上面 加这一行 它就会在全域里面 产生一个变数叫sum 那你Printer的时候 才会抓得到它 那因为它是区域变数 所以区域变数里面 所得到的值也可以放到全域里面去 没有问题 OK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它变成说 假设我存取的话 这是 这是全域嘛 那如果你区域在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个初始值的话 我最后Printer Printer它是在外面的话 就抓不到它 OK 所以这个大概要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这一点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第二个问题是 我已经把它输出了 但是如果假设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输出的是奇数 就是13579 到99 我不要全部 我要奇数的话 那你奇数怎么办 特别说几个方法 第一个用逻辑判断 你说if if什么呢 if I的值 假如能够被 被那个什么呢 person person 2的话 person 2的话 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是偶数 那可是我是要什么 不要被诊出 所以不等于零 所以这边特别说 不等于零就是惊叹 OK 应该可以 然后再来的话 记得哦 请你把if这个部分 下面一行 换到下一阶去 也就是说 当他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就是 或者是等于1也可以 除完2 也可以 OK 那我才去 帮我累加 反之不累加 所以执行起来 OK 看一下 执行 结果OK OK 等于是1加到99的基数 它是2500 这第一个方法 这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其实如果说 你说老师 可是我比较习惯 这样子的叙述 我希望这样子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他 也可以 握客 其实第二个就是说 应该是说 如果能够 被 二给整除的话 那应该就不要累加 就是意思说 偶数的部分 跳过 对不对 如果说你偶数 不要跳过的话 记得哦 第二种写法 你可以在这个下面一行 记得有一个叙述 叫continue continue continue好像很多 其他人也都有 对不对 那不过真的 比较少用 因为这个叙述有点怪 跳过 你感觉就直接要 留下来就好 你干嘛 要用跳过的 那特别 而且你continue的时候 你下面这一行 的缩排位置 请你要back到前面 你在里面 跟在外面不一样 continue continue的意思是说 他遇到continue之后 就跳回到 for回圈 这个位置 也就是换下一个 的意思 下一个 下一个 OK 那如果你把它 放在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 把它加懂结果 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执行 如果用continue的话 你会发现0 他一直跳 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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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全部 那所以你一定要放哪个位 放这边 特别重要 如果你用continue 一定要back到前面 这个位置 非常的重要 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OK 执行 也是2500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逻辑 等于的话 可以用continue 不等于的话 直接就加 因为等于是说 等于是偶数 不等于是奇数 不过 还有第三种方法 如果奇数的话 教各位 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我今天 这两行不要的话 continue 加斜线 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 是 直接在这边 逗点 加一个2 就可以了 OK 特别之后 range里面 第三个参数 意思就是step step意思说 阶层 也就是说 我间隔多少 预设是1 1不用写 OK 如果是1的话 通常不用写 但是 如果你是要2的话 比如说 我第一个是1 第二个要产生的 不是2 而是 跳两个 变成 3的话 那记得 这边就加一个 step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 第一个请各位 待会练习 用for圆圈 加总 1到99 OK 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 再把1到9的加总 改成 加奇数的 那奇数的话 我刚刚有 做了三种变化 这三种变化 当然你 最后一种 是最简单的 不过前面 这两种 未来也有可能会用到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如果他能够 除以2之后 能够整除 或者是不整 不等于0的话 那你就加一个 金碳号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写一下 当然写程式是这样 方法很多 那最好就是说 你可以在很多种的写法里面 你挑出一个最简单的 而且也是你最好记得 那这样的话呢 你写起来 当然会是最精简的 所以有时候程式 会写的话 真的会越写越精简 那不会写的话 刚开始可能会写的 拉里拉扎的一大堆 OK 所以这边的话 为什么要先提一下 那个逻辑判断 主要原因是 至少如果你不知道 或者未来可能某些地方 他没有step的话 那你当然就可以 要逻辑判断 去做出你要的结果 好 好